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實這個解決師開頭是一個殺手 然後中間他去了學校做老師 就是幫學生解決問題 但是去到最後你見到我這一身的裝束 就是去到一個做保安 安全的一個工作 去保護自己心愛的人 但是在這個過程裏 無論是開頭殺手或者保安 動作一定會比較多些 但是反而中間也挺有趣的 就是在學校的時候 我是他們的籃球教練 那籃球教練這一部分 他們都把一些我的動作 就大家混合了一起去拍 那現在拍的動作戲 其實自己都很開心 因為跟母子組的同事 合作得很順暢 還有信任度也很高 那他們不斷都會給我一些新的嘗試 去試一些我之前沒有做的動作 那我覺得透過這些鏡頭 我相信這次這個角色 會給到一些驚喜觀眾 是否都有 都有的 開劇之前都上了七八堂 但是差不多我們現在一個星期 都打兩三天 其實在這個過程中 一直都在吸收著 那 所以 越來越的速度上 還有那個配合上 越來越快 還有 其實我主要都是格鬥層面 就是我譬如這個角色 他之前學的一套套路 就叫做CQC 那就是近身搏擊術 是在軍人身上出現比較多 那所以 變成很多時候都是近身的 硬碰比較多 就是可能最多都是一些雨霜 但是出來都挺精彩 這次 這次 怎麼說呢 我的壓力不是來自我們 有沒有火花去拆到多少 就是那個火花 我已經感覺到是好人 但是 我發覺它又厲害了 就是它處理那個深度又厲害了 那所以 我有壓力要令到自己更厲害 那它令到大家那個火花再出來 就再 再 激烈一點 嗯 就是覺得那些內心 很厲害 是呀 我覺得它 那個表現的細緻度 它對一個角色的看法 它怎樣擺它唐詩詠的一些特質進去 就是這幾方面它都處理得越來越成熟 是 但是有沒有參與的感覺 很少 反而 反而 我們追求的一件事 希望怎樣 喂 兩個人擺在畫面上 不用說話 但是觀眾都感覺到 就是那個角色之間的那種感覺 就是這個是 我們希望再給到一些新的感覺 觀眾 那些時間都參與了 有沒有多時間 吃飯後出去玩 出去玩就沒有時間 但是盡量 一不用開工就抽時間配具 嗯 現在都沒有什麼 現在因為這個戲都多 那時候都要開工